喵喵的蛋蛋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李天命谈了一下 他就疼得满地打滚 眼泪都流出来了 就此刚才 李天命在院内和鸡哥哥哥傻笑 三年来他心底最大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地了 这条好母亲未经的病 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标 而如果要是能借此 让母亲和外公兵士牵线 他都快要哭出来了 得了吧你这个八宝男 什么叫都要哭了 明明之前你哭得比谁都凶 滚蛋鸡哥 我这叫真汉子真性情 二人一阵打闹 喵喵却在旁边呼呼大睡 眼看这二人噪音越来越大 喵喵无语 这也太能闹腾了 说好了打完架 让我睡三天三夜呢 偏偏这时 李天命还偷出了之前的 皇帝神渊三间电刺 来 喵喵起床了 把这个神渊给练化了 喵喵这下不干 你们都是大骗子 说好了打完架 让我睡三天三夜的 我要睡觉 我要睡觉 李天命只能柔身安慰 可喵子就是不听话呀 直接把三间电刺 刷李天命脸上 我不干 我就要睡觉 睡觉觉 嘿嘿 睡觉觉 喵 看着躺得四仰八成的猫爷 再看那两个圆滚滚的铃铛 李天命记上心来 嘿嘿 我躺 喵 残叫声四星裂飞 直接疼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哎呀 我的辛辛苦苦专业的神渊 却有某只猫 不领好意不肯练化 这该如何是好呢 喵喵马上穿去变脸 哎 修炼变强 是我们半生手最渴望的事情 我定的不负众望练化神渊 极客吐操 您能有点鼓起吗 镜头一切 时间来到第二天的雷尊府内 此时弧心停冲 骨针 女人弹琴 一样的时间 一样的物件 但沐清清却完全不是以前那副神采飞扬 她此时功力散尽 病若枯高 伴随咳嗽 鲜血就滴落在骨针上 林萧萧看着心疼不已 秦勤姐 为什么你不好好休息 明明大夫说了 你一个月内都不能下场的 沐清清内心一暖 此时弱迫 唯有林萧萧还对她这个嫂子温情依旧 林萧萧留住两行亲类 她怎么都想不到 各个林萧婷会在清清姐最需要她的时候一脚踹开 反而去取了月灵机 对不起 清清姐 我没法帮你 我太弱了 我左右不了任何人的决定 而这时她也想起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如果是她 是不是可以救清清姐一命呢 而这时候林萧婷走了进来冷冷到 林萧萧滚出去 林萧萧距离力争 可林萧婷面色冰冷 闻开 你让我再说第二遍 我不要 可林萧萧的反抗并没有用 反倒是被关了两个月禁闭 木萧婷第一眉垂目 继续俯上骨针 她已经猜到林萧婷接下来回收什么 木勤勤 你的半身受已死 受缘备费 你这种女人 比我更知道什么叫现实 对吗 是 勤勤知道 当初你踩着李贴命上位 将她一脚踢开 而现在我踢掉你 你也没意见 木萧婷不争辩 也不无理取闹 三年前是她选择的因 那如今的结局便是国 林萧婷一把捏住下巴 捏得相识一场 以后这院子她就送你了 但是 不能离开 我不想再让任何人看到你 说吧 转身离去 等你去世之后 准许你奴婢身份 葬在我林家墓地 这也算对得起你我之间的行义了 走之前 林萧婷拿手画擦擦擦手 脏子了 可就是这个动作 将任命般的木薰琴颤抖不已 林萧婷殊不知 这会给她带来了如何惨烈的后果 走之前 林萧婷继续补刀 秦琴 木薰琴此时已经被院毒占据 她不知道自己落得 今时今日这个地步 该怨谁 恨谁 无辜的李天命 绝情的林萧婷 还是她自己撞入疯癫 李天命突破零元晋八重 雷火双修之体 甚至可以越级挑战归一镜 此时在炎黄塔内 平常安静的炎黄石 此时正在爆发剧烈光芒 疯狂震动 原来是李天命 正在疯狂锤打练功 我们仔细看 极客李天命 其实乐学打工人 而下面的喵喵 就是懒惰百烂专家 出工不出力 在修炼过程中 李天命清晰感受到 雷火之力正在平稳进步 这样下去 经济突破直入可待 五天后 李天命终于修炼 有所成 木薰老师恭喜道 不愧是我的弟子 李天命 这么快就突破到 零元晋八重 可喜可贺 看到是牧羊来了 李天命欣喜不已 但同时才带了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 月灵家族和圣天府的监察室 在雷尊府住下了 很可能是在密门一些阴谋 根据探子回报 极有可能就是要到魏家下手 而另一个消息 就是月灵家的半山兽 风雪赤龙 练花了海龙天主之后 已经进阶成了八阶地兽 风雪海玲龙 这几天正在冲击规境 而一旦冲击成功 恐怕第一个针对的就是你 李天命 文言 李天命却丝毫没有拘异 反倒是斗志高昂 修炼得更勤快了 足足一个月后 此时机哥的眼中 永恒烈狱火熊熊燃烧 恨不得立刻和那风雪海玲龙 站上一场 反馈绵喵 坛倒在地 好了呀 再也不要修炼了 苗 而李天命 左手雷霆 右手烈火 这一个月来 他虽然没有提升境界 但雷火双修 本来就比之前更加困难 但换来的是月季能力更强 据他的估算 已经可以勉强挑战 龟静一重的对手了 提起猫猫 走吧 他算准了时间 今天是母亲未尽 重获新生的日子 出发吧 炸炸 做起李天命冲啊 机哥我跟你说 李天命这种货色 只能算个垃圾做起 他老是木丸 才是一等一啊 在他怀里 谁也我简直就是 至尊享受 这种待遇 可遇不可求啊 啊哈 听得这么错 不然我们换一个主人吧 哎喵喵喵 正所谓 爹不嫌子丑 李天命虽然是垃圾 但毕竟是自家养的 不能随便弄丢了啊 听着二人吐槽 李天命一点无语 很快他就到了卫府 不过这时 旁边一个声音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哇 是木丸上师来了 而与他一起到的 还有牧羊 和所有妹子一样 木丸上师一看到喵喵 就忍不住一把暴起 哎呀 太可爱太猛了 李天命 就这半身手 让给我好不好 机哥表示 那我呢那我呢上师 那我呢 滚 哇 女人也太现实了吧 姐姐我再也不相信爱了 我打篮球 另一边 其他人也陆续赶到 除了未嫁人以外 还有一个许久未见的人 那就是未经的老情人 陈胜 牧羊呵呵一笑 你小子来守着未经出关 就不怕你老婆干掉你妈 哎 没事 我们家 我说了算 而就在这时 门开了 吃好病的未经 从门里缓缓走出